你看,連這殘尾就是整片都在翻 這都是啊,喔! 整片的都大隻的 這就都整片了 連這殘尾都是啊 整片都是,噢! 翻到整齊滾 但是不要在這邊浪費時間了 去釣賴區 那種賴,魚比較會咬 這種會翻,不會咬 今天來爬山喔 今天好多人喔 外面的車都塞車了 停滿滿了 然後好多人已經 五點多就進去了 六點多來都 大家都已經沒看到人啊 所以山裡面一定很多人 然後後面還有聽到有人的聲音 所以後面還有一群人 所以今天人超多的 但是今天貴鳥都被摘過了 前面的人摘過了 所以 摘不到什麼貴鳥 不過也還好啦 反正 休閒 今天也沒有要吃泡麵 今天是要 貴鳥是要摘回家吃的 所以沒差 有多少在多少 水量 好像比上個禮拜大一點點 沒有看到人耶 可能大家都上去了吧 外面的車子滿滿的 但是沒有看到人 看到本人 看到本人 看你的Youtube 但是看你本人跟那個不大一樣耶 不大一樣 真的 我就聽到你的聲音 我聽到你的聲音 講說你可能 那就是 小心小心 慢慢走 今天我們都還沒決定要去哪裡耶 上面還下面都不知道 因為外面好幾台車耶 可是都沒看到半個人 應該大家都上去了 應該大家都要往上了 所有人下來都往上 上面應該有20個人 20個人跑不掉 走到這裡花了大概一個 一個小時多 都沒看到其他人 大家都上去了 所以你就知道說 外面搭車 沒有在停車 這裡沒半的人 大家都一定都走到最上流去 我也要上去 但是沒有要上去很多 我要這邊來 哇這個風超大的 颱風要來了 海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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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下兩天 本來想掉這一段 可是風好大 再上去看看 一個要往上 我又來到這裡了 這裡算是我的 基地 我東西都放這裡 夏天可以 防曬 然後就掉這一段了 我今天不上去了 因為上面應該太多人了 這裡樹葉被沖成這樣 可是那天水有漲到這裡來耶 但是也會太快了吧 好啦就決定在這裡 不要上去跟人家擠 早點吧 今天沒有要走很上面 這一段 等一下就照得到太陽了 雖然今天 有30度啊 可是山裡面還是蠻冷 不是說冷啦 還是會涼啦 所以還是照得到太陽比較好 在太陽下掉 比較不會乾 中午應該 中午大概太陽應該可以30幾度啊 不過 今天就是 颱風外圍啊 不是颱風外圍 颱風要來之前 有兩天的好天氣 這一段 大概 我記得好像九點就照得到 現在大概七點多吧 人都是這樣啊 你自己選一段掉 不要一直往上游擠 去跟人家擠啊 上游 太多人了 都是掉吐司了 改天我在拍一集吐司去哪裡買啊 然後怎麼做 我都是用便宜的吐司啊 一條 一大條45塊而已 很便宜啊 但是 它的Q度還是有啊 所以 因為我是直接跟吐司工廠買的 所以它那個吐司會比較好一點 但是 也是便宜就對了 如果你外面買的話 半條應該要五十塊 以上的那種 品質才會好 不然你 四十幾塊一條的齁 你買不到什麼好品質的吐司啊 只有我這一間的吐司比較好 因為我用過很久了 它雖然不是很Q 但是 已經可以掉了啦 好 對我這種來講 Q度的問題就是說 你能夠膠去進去嗎 你能順利把它勾上2 就是Q嘛 如果你 膠起來軟軟QQ 一下水就掉了就不行 你看 這樣子就可以了 這種彈性就可以了 不用說Q到哪裡去啦 對我來說啦 但是對你們一定要很Q啦 你們一定要用很Q的 你膠才會掉啦 還是我不用 我 膠下去 可以入水就好啊 因為它入水大概 一下子它就會吃了 因為我感覺的到 你們感覺不到 所以你們會 要用很Q的 然後你入水要等很久 因為它吃了好幾下 好幾次 你都不知道 走到雙溪口啊 花了兩個多小時 這一次沒有要走那麼上去 因為上面應該都是人 所以在這附近掉就好了 總共走了 應該一個半小時吧 可能還沒到一個半小時 這樣就差不多了啦 再上去怕 看到上面有 那個菜市場 人山人海山一排 我不大敢上去看 送啦 這裡啊 越接近夏天 大隻的就越少 會被打光了 但是小隻的就沒有差 所以越夏天掉的話 掉的魚會越來越小 把他引到下面去 這隻應該有二十 二十左右了 下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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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不錯 唉 這個體型就 今天就算不錯了 應該有 應該有 二一二二 哎唷唷唷唷唷唷 夏天就是這樣啦 大概就是這種體型而已啦 比這個大的就越來越少 每個洞啊每次都躲大隻的 不過今天風太大了啦 現在一直開始吹風了 幾乎快不能掉了 幾乎快不能掉了 流到洞裡面去 而且你掉洞就是要靠感應的 丟 還不錯啦 大概二十 二十公分左右啦 現在風太大了不好掉 現在十點多喔 你看這邊還是 還沒有曬到太陽 中午才會曬到這裡 這塊吃飯的地方 大概十二點才會曬到 魚是很多在翻啦 那都有在翻 十股都有在翻 但是不會吃 今天沒什麼來吃 掉快兩個小時才叫這樣而已 而且都 不大 快兩個小時才叫這樣 這個 在上面的話 二十分鐘就解決了 就可以掉這麼多了 沒辦法 上面應該人很多 所以已經沒有上去了 等一下 休息一下往下吧 往下 往下游移動 送啦 很會翻耶 吃耳的都不大隻 勾到的喔 不是啦 你看底下翻的很大隻對不對 你看下面那個翻的很大隻啊 有喔有喔 有喔有喔 有喔 吃的都稍微吃了 算啦 公的 看到沒有 有喔 水白白 喔喔喔 不要進去 不要進去 喔喔喔喔 可是它沒什麼力耶 喔 不小耶 倒腰 我這個怎麼夾 從這邊拉起來 從這邊拉起來 又要提起來了 欸欸欸欸 你看下面還有大隻的在翻 準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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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跳 不要跳 哇哇哇哇哇 哇哇哇 唉唷喂啊 地上太燙了 不能拉弄在地上 欸還好啊 沒有很大 看起來 從上面看白白的 以為它很大 大概是20出頭而已 下面就翻整片了 可能它就是不吃啊 這烤雞 我以上次烤拳雞剩下的 多久啦 真的要忍動 我烤一隻拳雞 要吃三 三次 三次還是要玩 嗯 翻得到嗎 這邊就在翻啊 那我坐在這邊 坐在樹下 這邊要翻整片了啊 還是它不會嚇 有沒有 那一整片都在翻啊 那一整片都在翻啊 這個賴尾這邊 這個大石頭下面 都是魚啊 但是今天就是這樣 不會 翻來翻去 不會吃 看你心情吧 下午比較陰天的時候 看會不會 就會咬了啦 小魚喔 還有小螃蟹 小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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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蟹吃雞肉了喔 喔 吃吃得很高興 吃吃吃吃吃吃吃 吃吃 哇 螃蟹來了 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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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拿了一塊雞肉就跑了 這邊圍族蝦子比較少 我說這邊水比較冷 所以蝦子比較少 苦花就蠻多的 還有螃蟹蠻多的 可是卡定基洞裡面 我剛剛以為沒有希望 不小捏 要吸到洞裡面 這隻應該是今天最大隻了 大概23左右 2223這個就算大隻了 現在的尺寸就是這樣 還好差點又鑽進洞裡面 我靠又鑽進去了 啊我浮氣了 哎呀這裡 哎出來出來 哦 這裡太多洞了 哇 哎 今天差不多都這樣 很難很難突破 中了 本來不太想釣 不到一點我就準備要收工了 想說還那麼早 就再釣一下 這邊沒有太陽可能會比較搖一點 還好吧沒有很大 看 看 看 還是 哎呀 再釣一下 很難成 你不太感受了 好可怕 就是 好像是 不太感受了 沒有蠻的 都20而已 20而已啊 本來不想掉了 後來想一想 還是走下來這一池 這一池全部都是大隻的 有人熟悉上來了 你看這間會比較 大部分都是25以上的 整片的 你看牠在扁的 都是大片的 有沒有 那邊的都很大片的 但是牠都很深的 牠都米的很深的 很深的 整個大片都是 連邊的這裡就是了 大隻的都在那一條 有沒有 牠都很大隻 整個大片的 可惜了 而且今天風又大 我就是因為風太大 不大想掉了說 你看 連著殘尾就是 整片都在翻 這都是啊 喔 整片的都大隻的 這就都整片了 連著殘尾都是啊 整片都是魚 翻到整隻過 但是不要在這邊浪費時間 去釣賴區 那種賴 魚比較會咬 這種會翻不會咬 三點多了 不釣了 本來中午就不想釣了 那個齁 全部都是魚在翻了 你只要稍微 安靜一下 它那魚就出來翻了 如果 魚死過都是啦 每一池都是一樣 整條西 每一池都是一樣 但是因為風太大了 然後感應不準 有沒有 翻到整隻過 風太吵了 感應不準 阿 阿 阿 不然這種好釣 半天 半天就比這個多了 今天沒什麼大買耶 哇哇哇 不要動 大隻的大概23左右吧 哇 好好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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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